越倒霉越幸运是真的吗 当人们面对逆境的时候 往往会感到挫败和不安 但是在阴阳哲学里面 逆境它也是一种幸运 因为它能够促使人们反思自己 学习和改变 而在顺境当中 人们往往会变得傲慢自大 无法接受别人的建议和批评 因此我们需要在不同的境遇下面 保持平和和谦虚的心态 才能够更好地面对人生的起起落落 举个例子吧 有个人在赌博中赢了前十场 感到非常的幸运 于是他继续的赌博 知道怎么输关了所有的家产 尽管在前十场中赢了 但是长远来看 他的赢是一种坏事 因为他让他产生了更大的贪欲和冲动 最终导致了他的破产 那另外还有一些看起来是坏事 实际上是好事的案例 比如有一个人因为失业 而感到绝望和沮丧 但是这个经历 促使他重新的审视自己的职业选择和生活态度 最终他会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工作 也变得更加的积极和乐观 总之我们不能只看到逆境的痛苦和困难 而应该在其中寻找机遇和启事 同时保持平和谦虚的心态 才能更好地面对人生的挑战和变化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